这个是一场难忘的经历 一个特别漫长的冬天 一场未想过会发生的疫情 突然来到 真心英雄 疫情中的勇者 Covid-19 can be characterized as a pandemic The province has declared a state of emergency Due to Covid-19 A danger of major proportions 地铁不再制逼 街道不再繁华 公园里面 见不到老人家和小孩子 一切都变得直直无声 The world now has more than a million confirmed cases of Covid-19 More than 100,000 people have tested positive in Canada for Covid-19 城市的热闹似乎只是剩下 一串串冰冷的确诊数字 一中又一中令人痛心的消失 3600 deaths from Covid-19 in this country are believed to be linked with nursing homes and assisted living centers 我们曾经好惊 我们曾经好担心 我们曾经觉得无能为力 被逼留在家的日子里 我们见到生离死别的沉通 亦感受到前线人员的汗水 的爱心 的无私奉献 我是仪康基金会总裁 肖显阳 面对疫情 仪康 及时地开展了全面的防疫计划 确保每一位院友 和员工的健康和安全 我们的护理人员 无畏感染的风险 坚守降位 为长者提供服务 为他们的健康保价互合 我很开心地跟大家说 一直到现在 在我们四间疑慷中生里面 无一位院友受到感染 在这几个月里面 疑慷基金会陆陆续续 收到个人和社区组织的爱心捐赠 包括口罩 手套 这些防疫物资 很多捐赠人士 更亲自将这些急需的物品 送来仪康 这一份对长者的爱心 和对护理人员的关怀 令到我们非常感动 一个又一个无捐的电话 一个又一个团体的齐心 一个又一个平凡的英雄 涌现出来 在过去几个月封闭的城市 母家来到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爱 有你们这帮真心英雄 我们不会再怕 我们不会再怕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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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和亲爱的朋友而亲自相拥 让真心的花和开心的泪 在你我的心里流动 在我心中曾经有一个梦 邀人歌声让你忘了所有的痛 灿烂心动 谁是真的英雄 平凡的人能给我最多感动 再没有恨也没有了痛 但人眼神是真正有爱的英雄 多么的幻里真心笑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宗盛 和亲爱的朋友热情相拥 让亲爱的我和开心的泪 在你我的心里流动 把我生命里每一次感动 和亲爱的朋友热情相拥 让亲爱的我和开心的泪 在你我的心里流动 让亲爱的我和开心的泪 在你我的心里流动